小男,你赶紧给我走 阿姨,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你昨天是不是到处跟别人说我打牌输钱了 他的消息都不借钱给我 就是我说的,怎么了 你打牌输了,就找我姐要钱 你还要脸吗 我找她借点钱,怎么了 我又不是不还她 阿姨,您听听您说这话 您会还吗 你脸皮都多厚了 小男,您是怎么说话的 我看你啊,还是回你小姨家去吧 这里不欢迎你 阿姨,这次我可不会惯着你 我可不会像我姐一样软弱 让你欺负 小男,今天这个事啊,我跟你没完 好啊,没完就没完 妹,你们怎么又吵架了 小姨啊,你妹啊,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你赶紧让她离开这个家吧 我看到她,我现在都烦 妈,这里也是小男的家呀 她也应该住这里啊 反正我不管,她就想在这里住 饭也别在这里吃了 小男,你怎么又惹妈生气了 赶紧给她道歉 姐,我才不跟她道歉呢 赶紧的吧,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还是要和和睦睦的 别整天吵架 我现在不想跟她好好相处 你要相处就相处吧 行了,小喜啊 她不当心也可以 你借点钱给我吧 这个事情就算了 妈,这个钱我肯定是不能借的 我知道你又想去打麻将 我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你就把钱借给我 妈,你别太过分了 平时已经很包容你了 小喜啊,你要不好好听我的话 你信不信啊,我也让你转扑开走人 妈,那我也好好跟你说 你要是再这样 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软弱 让你欺负了 小喜啊,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还想吓唬我 我没有想吓唬你 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自己 行,你们现在都这样了是吧 今天你们都别想吃饭 姐,你说的对 以后就不能这样灌着她 行,我知道了 妹,以后我不会这样灌着她了 行,今天你们都别想吃饭 我把玩意都摔 那你们怎么办 妈,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慢慢摔了 妹,别管它,我们出去吃 好 小喜,在家干活啊 阿姨,你怎么过来了 你吃饭没有 我给你做饭吃 饭我吃过了 今天我过来跟你说件事 阿姨,什么事啊 你还是跟我们家小毛分了吧 你们在一起不合适 阿姨,我觉得我姐跟毛哥挺合适的呀 合适什么呀 我儿子是大学文凭 工作要稳定 你姐姐天天在家干农活 他们在一起怎么就合适 阿姨,我会努力变得更好的 好什么好 你家就这个条件 你还是赶紧离开我儿子吧 小毛他妈 虽然我们家条件不好 但是你家小毛喜欢我们家小喜情 那普思啊 是啊阿姨 你儿子喜欢谁要和谁在一起 这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呀 我看你们家 就是看我们家条件好 才和我儿子在一起的吧 阿姨,我知道我们是农村的 条件不太好 但是我们也是有骨气的 不是因为你儿子有钱 条件好才和他在一起的 是啊 不行,你把小毛交过来 他肯定是向着我们家小喜的 行了,行了 你赶紧跟我儿子分手吧 他以前在你身上花的钱 我也不跟你要了 阿姨,毛哥也没给我姐花多少钱啊 再说了,这都是他自愿的呀 反正你们要是不分手 到时他给你花的钱 你全都得还给我们家 阿姨,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 过分什么呀 我也是为了我儿子幸福考虑的 我也不跟你们多说了 小喜,你自己考虑吧 我先回去了 姐,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想跟毛哥在一起 你就别听他妈的 妹,其实我觉得 我确实也配不上毛哥 小喜啊,你管他配不配得上啊 只要小毛还喜欢你 你就不要和他分手 对啊,姐 明天你把毛哥叫我来 问问他妈呀是什么情况 行,我知道了 对,对,对,对